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这句话的浅层含义就是 当我们生命结束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 听上去就是一个很有哲理的问题 2020年10月6日 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洛斯 因为对黑洞理论的观测和研究 获得了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诺贝尔物理学奖 不过也有很多人说 他是争议最大的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究其原因 就是罗杰·彭洛斯提出了一个科学界的禁忌话题 他认为灵魂存在 并且还说在生命隐落后 灵魂会离开人体 重新回到宇宙之中 这样的说法 有很多玄学概念如出一辙 今天我们就以彭洛斯的发现作为切禄点 来聊一下关于灵魂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白同学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 量子灵魂 罗杰·彭洛斯 英国数学物理学家 是剑桥大学的博士 也是牛津大学的名誉教授 彭洛斯是霍金的好友 在1965年时 还曾与霍金共同创立了 现代宇宙论中的数学结构理论 此后开始钻研量子力学和起点理论 最后在1972年 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 1994年又被封为爵士 彭洛斯提出了一个叫做起点的概念 这是一个体积无限小 而密度又无限大的点 通过计算得出 巨大恒星塌缩时就会形成起点 也就黑洞 而且霍金在这个基础上提出 或许我们这个宇宙 就是源自于这么一个起点 这个理论被称为是彭洛斯定律 也正是因为这个发现 让彭洛斯获得了 202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个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按照这个成就来看 他应该是诸多科学家眼中的标杆人物 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在1989年时 彭洛斯创作了一本名为 《皇帝星脑》的书籍 他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 不管如何先进 在有一点上 永远也比不上一个普通人类 这一点就是直觉 也可以理解为是灵魂 或者说意识 按照彭洛斯的说法来看 人工智能都是逻辑运算 永远也摆脱不了他机械化的特点 但意识这种东西 只能在量子系统中存在 人类是怎么产生意识的呢 他认为在人的大脑之中 有许多处于纠缠态的电子 这些电子每塌缩一次 人就会产生各自的思维和思想 因为这些电子不断的塌缩 而又不断的纠缠 这才产生了所谓的灵魂或意识 其实听到这里还算是比较科学 但接下来的理论和对灵魂的阐述 却充满了一股玄学的味道 他说一个生命在陨落后 灵魂不会因此消失 他其中的量子信息并未被破坏 而且它们会离开身体 重新返回宇宙 这样的解释 与神话概念中的灵魂极为相似 在通俗点来说 就是灵魂属于宇宙 按照这个说法来看 我们这个宇宙突然就出现了诸多不确定性 如果灵魂不灭 那它会去到哪里呢 在了解彭罗斯的观点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历代科学家和现代科学界 到底会如何解释灵魂呢 最早关于灵魂的科学研究 就是灵魂称重实验 在1901年时 曾有一位叫做邓肯·麦克·杜格尔的外科医生 对灵魂进行了称重实验 就是说人在死亡后 灵魂会离开肉体 那么通过测量生前与死后的体重变化 能不能找到灵魂的重量呢 根据这一假设 他利用外科医生的身份 找到了一些自愿参加实验的病人 在1901年时 他从养老院中 特别挑选了六位病人作为测试对象 其中有四人患有肺结核 一人患有糖尿病 还有一人病因不明 在他们临近之际 会被放在一张特质的病床上 病床下方搭载一种特殊的测量机器 具体的测量结果 大概会有5克左右的出入 实验开始后 其中第一位实验者的测量时间 就持续了3小时40分钟 在这个期间内 实验者每小时都会减少28克左右的体重 这是人体正常呼吸流适的水分 和汗液的蒸发 直到临近结束时 实验者体重突然下降了21克 短短几秒钟的下降 显然不是新陈代谢的结果 难道这个就是灵魂的重量吗 他又立即展开了余下的5次实验 不过可惜的是 后续几位实验者的体重 都出现了多次变化 即算是在死亡之后 体重依旧在持续下降 尤其是第5位实验者 死亡之后体重下降了73克左右 但把实验者搬离病床之后 这个数值依旧保留了15分钟 这个听起来有些诡异 是测量仪器出现了问题吗 他也说不清楚 此后他还对动物进行过测量 结果他惊奇的发现 狗在死亡后 体重完全没有发生变化 于是他得出结论 只有人存在灵魂 动物并没有灵魂 人体灵魂的重量大约有21克 到了1907年时 纽约时报公布了 迈克·杜格尔的实验 在引起哗然的同时 也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抨击 也确实 这个实验存在很多不太合理的地方 尤其是实验数据 存在着很多低级漏洞 有学者解释说 人在死亡的一瞬间 体温会突然升高 这时随着汗液的渗出 就会导致体重突然出现一个差值 而狗之所以没有出现变化 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能排汗的汗线 此后可能是因为不甘的缘故 迈克·杜格尔又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放弃了灵魂称重视野 打算用特殊的光线 拍摄灵魂出窍的画面 如果人在死亡时 灵魂真的会离开肉体 那么能不能通过特别的方式来拍摄灵魂呢 此后他尝试用X射线 来拍摄灵魂离体时的场景 但可惜的是 一直到去世也没有什么成果 直到1939年时 苏联技师克里安和妻子 延续了他的实验 想要拍摄灵魂 就要搞清楚灵魂是什么 如果他有颜色 那么就可以用特殊的光线来捕捉 如果有温度 就可以用红外相机来拍摄 但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呢 克里安想到了能量 他发明了一种拍摄生物能场的技术 并将其命名为克里安照相法 此后西欧科学家克罗特克夫 又改进了克里安照相法 在1997年时 克罗特克夫找来了适应记者 针对冰死的病人 进行了一次拍摄实验 根据对比他发现 仍在死亡的过程中 有一部分蓝色会逐渐离开人体 他认为这种蓝色就是灵魂 不过很快 克罗特克夫的猜想也迎来了质疑 因为本身克里安照相法 就存在很多漏洞 所以很多学者认为 蓝色很有可能只是 人体流失的水分和热量 一直到今天 几乎所有关于寻找灵魂的实验 均以失败告终 所以众多科学家认为 灵魂或意识 并不能单独存在 例如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 及医学奖得主克里克 也曾研究过意识 他认为灵魂存在于神经细胞之中 是人类大脑在成长过程中 形成的一种特殊现象 截至目前为止 这也是医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 难道人在死亡后 就真的彻底消失了吗 就没有科学家再次挑战 灵魂这个难题吗 还有一个 现在人在研究的 就是冰死体验 而彭洛斯爵士的理念 就与这个冰死体验有关 研究灵魂 总归还是研究生死的话题 所以有一部分科学家 就提出了冰死体验 什么是冰死体验呢 就是从一个人 在遭到重创 并送到医院后 一直到抢救成功之前 这段昏迷的时间 就被称为是冰死期 科学家通过大量采访 冰死的病人发现 这些人在这段昏迷的时间里 会出现很多奇幻 且类似的经历 这个就是冰死体验 比如说他们能感觉到 离开身体 能够回顾自己的人生 有的甚至还能看到 一些已经去世的亲人 比较奇怪的就是 至于天南海北的病人 为什么会有相同的体验呢 那么这些体验 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一直是冰死体验 研究的一大难题 那彭罗斯是如何解释的呢 他认为人类冰死体验 相当于大脑中 量子计算机的一个程序 即使死亡之后 仍存在于宇宙之中 也就是说 他认为灵魂是一种量子物质 这种物质在离开人体后 就会返回到宇宙当中 引起来可能有些难以理解 这个还要从量子力学开始说起 在量子力学中 有个叫做叠加态的概念 就指一个微观量子 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的叠加 这个量子的状态 与我们的意识就十分相似 那意识或者说灵魂 会不会也是这种量子状态 在1994年时 美国哈佛大学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 他们发现在人类大脑中 存在着一种叫做微观的结构 这种结构广泛地 分布在大脑的神经元当中 就像是电线一样 而这种结构 就具有量子叠加态一样的性质 也就是说 意识不仅存在于大脑之中 有一半 还存在于宇宙的某个角落之中 后来彭洛斯也揭露了这项研究 并与亚利桑纳州大学 意识研究中心主任 心理学和麻醉学习教授哈梅罗夫 共同提出了调谐客观还原理论 简单点来说 就是灵魂或者说意识 存在于大脑之中的微观里 是一种量子形态 人在死亡后 微观失去了量子状态 但是大脑中的量子信息 并没有被破坏 所以这些量子信息就漂浮了起来 并去到了宇宙当中 在宾死体验的过程中 人在苏醒后 微观又恢复了量子状态 然后这些失去的量子信息 又会重新返回到大脑之中 这个时候宾死的人会惊讶地发现 自己好像经历了一次特殊的宾死体验 实际上这种宾死体验 就是量子意识去到宇宙的过程 所以彭洛斯认为 如果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的话 那么人在死亡后 人体的信息不会消失 而是会去到宇宙之中的某个地方 这种状况 就与我们神话概念中的灵魂极为相似 所以可以模糊地将其定义为是灵魂 但至于这个量子意识到底是不是灵魂 彭洛斯没有明确承认 只能说他与我们之前所讲的灵魂概念十分相似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 灵魂属于宇宙这个概念 算是全学上的共识 当然也因此 彭洛斯才会被部分主流科学家抨击 有部分学者指出 人类小脑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微管结构 但是小脑受伤的人 意识却与常人并无两样 难道灵魂只存在于大脑之中吗 所以调谐客观还原理论 目前依旧存在诸多争论 后来这个学术还被称为是量子灵魂 有人将其称为是科学界的笑柄 也有不少科学家对此深信不疑 我在准备这期内容的时候 有很多人说过 自己也经历过病死体验 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